繼續回來發達廣場的直播時間 我是呂啟思 先介紹身邊的嘉賓 是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阮梓希,Harry Harry,你好,吃完飯又是我們 你好,Jane 先看看現在三大指數最新的走勢 恒指現在最新報22,622點,跌90點 國企指數方面做9,877點,跌77點 大市暫時成交221億 我們先跟進一下港股半日沽空榜的最新情況 看看現在港股半日沽空的最新情況 沽空金額是18億1800萬 先看第一位 刑付基金,沽空額是1億2100萬 佔總額的超過6% 而佔股份成交是超過半成的 而第二位,安徽凱羅編號914 沽空額有8900多萬 佔總額的5% 佔股份成交的45% 而第三位,安石A50編號2823 沽空額7400多萬 佔總額的4% 而佔股份成交超過2.3% 而金沙中國編號1928排第四位 沽空額7100萬 佔總額超過3% 而佔股份成交2.4% 和Harry來談談 看到今天整體沽空比率相對比較小 佔了8.32% 其實是否大家都不敢看得太淡後市的表現 現在看今日港股表現 其實有點不上不下的態度 雖然看到指數 也有80多點的跌幅 現階段來說,早上試過跌超過100點 但部分都是見到中資股會是領跌的一個對場 也看到主要的原因,我們看到A股跌了下去 我會覺得現階段來說 對於後市的走勢來說 我想很多投資者都有些不明朗的情緒在回到 究竟市現階段升到上來 接近見過22,800點的水平之後 掉頭就很快有很沉重的沽壓 我們看到大家的焦點都放在第一季的業績裏面 所以以本身的大市的沽空比率 今天本身的看法上來說 沒有特別的因素 佔8%左右 我們特別看到 沽空榜上四隻股份 即是沽空金額 或是佔股份的成交量 又不是多得那麼緊要 所以特別是看到看淡的情緒 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又未至於在 留意一點就是說成交量 始終現階段 以半日成交大概在220億左右 其實都屬於一些很少的成交 所以很個別的消息 一爆出來的時候 其實看到整個指數很容易夾升和夾跌 所以對於後市的走勢上來說 我會看得比較窄一點 暫時向下網的時候 看回大概在22,400點 應該有一定的支持 向上網我就看到22,800點 已經有一滴阻力 400點的上落 所以以成交股份的沽空榜來說 對於後市的啟示來說 不是太多 大家看回恆子的走勢上 都會比較窄幅上落的格局居多 謝謝Harrie的分析 剛才看到金沙中國榜上有名 不如跟進一下豪賭股的情況吧 澳門政府決定中場散客的賭廳 正在10月6日起全面禁煙 另外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 譚伯元昨天就說 對於娛樂場所範圍的金融活動 包括銀聯刷卡都有一個嚴密的監管制度 在需要時將會採取行動 但暫時沒有一個具體計劃 受消息影響 豪賭股今早都個別發展 不如一起跟進一下最新的表現 銀河娛樂跌4毫 做58.2 澳博跌1% 做20.95 新豪博瓦升3.5 做83.75 永利澳門升超過1% 做31.3 金沙中國跌2毫 暴富57.3 美高煤沒有升跌 做25.8 Harry 之前中央說過 要打擊大陸旅客 在澳門賭場 進行非法洗黑錢的活動 令豪賭股曾經經歷過洗倉危機 今次禁煙 你覺得影響有多大? 禁煙的活動 我又會覺得不會太大影響 始終我會覺得 如果你禁煙之後 其實某部分外國的高端客戶來說 可能是一個受歡迎的制度 雖然這樣說 你見到去澳門島的一些旅客 十居其九都是一些內地人 內地人 投資者就會想 一定會吃煙 不知怎麽想 但本身走勢上來說 這個舉動未必完全影響整個中場的業務 始終現階段 如果你計算是在路騰方面的賭場來說 銀魚或是新浩波亞 甚至金沙來說 其實他們的中場方面 大眾廳的業務 或者你真的走過的賭場 越來越光鮮 越來越光亮 所以你說賭廳 是否會很影響受住禁煙條例 或者在中場那裏 我個別可能留意一下金沙 始終如果你說 我用肉眼的分析來說 我都去過當中的賭廳 特別是在威尼斯人 會依慕來慢一點 如果你說這樣去看的話 可能會有機會有少少的影響 但是你說受住這個消息 會令到豪刀股大塌 我又覺得不一定會 但反之而言來說 另外今天那個消息也有說到 可能是在7月1日的 不知為何是香港假期 可能會實施在一些銀聯卡方面 有一些打擊 甚至是盟得比較緊的行動 我覺得這個機會會比較大一點 始終中央已經有一個 所謂的大方向的定調 都在看大家是不是 透過澳門出一些黑錢 去外面比較多一點 這個形勢上來說 投資者繼續密切留意這個情緒 以本身 近來在豪刀股來說 如果你說幾個利淡因素 其中一個就是打擊金融刷卡的業務 另外一個利淡因素就是 我覺得這個利淡因素是比較大一點的 我反而會留意這些消息 至於現階段 你說禁煙或是打擊下銀聯卡的業務來講 我覺得對整體中場的業務的增長幅度 打擊不是太大 其實禁煙可能是一個好消息 不如轉看看其他另外的消息 恒指公司公布指數季度檢討結果 恒指成份股沒有變動 而國企指數成份股新加入了中國信達 編號1359 剔出紙金編號2899 成份股的數目有40隻 所有變更都會在2014年6月9日 星期一起正式生效 今早信達靠穩之後下跌 而紙金就跌超過1% 根據德銀 目前比中國信達的評級沽售 目標價是3.2 因為反映信達比一般銀行 更加易受到內地長期經濟貨門影響 Harrie 你又認不認同這個說法呢 看回現在中國信達最新做3.64 跌不足1% 前景是否樂觀 說信達有個故事說 這股份氣死我 為甚麼呢 如果留心的觀眾 其實我推過這股份 我在4.5元推 一推後跌到3.64 發生甚麼事呢 其實Harrie所說的利好因素是否完全沒有了呢 從中國信達來說 撇開它 一向我都不覺得 本身它入了國子成份股之後 會有一些被動資金去買這些股份 令到股價會有明顯抽升的情況 我始終奉勸觀眾 你炒一些指數基金 譬如入MSCI也好 恆子也好 你看它基本質素線 指數的被動基金的因素 其實現階段對股價推升 或者推落的走勢 不是有太大的影響 中國信達主要有甚麼故事說呢 就是說中國的信貸風險 這股份來說 經常說垃圾佬 垃圾佬是收了甚麼呢 其實它主要靠一個不良資產的 回收和轉賣來做一個賺錢的途徑 你說本身近期又說內地有老闆走路 不是只是踏馬仔 其實譬如玉江的其中一個老闆 亦正在承傳內地政府 已經確定了他自己走路 這些形勢上來講 會不會令到內銀的借料的錢 會變成不良貸款 或是信達收了這麼多不良貸款 其實風險都比較大 這個主要令到為何這隻1359 在股價上持續有一個 所謂的塌盪形勢 現階段來說 怎樣去看股份 你說落下來3.64 我會覺得風險不是太大 始終內地房地產會否爆煲 或是銀行與銀行 hold著不良資產的走勢上來講 不是說真的我始終會覺得 中國政府都會保住他們 但是股價表現 我會覺得會比較呆滯一點 以現階段 入國企指數也好 甚至說出份業績都出得多漂亮也好 短暫會有股價走勢 但是你說長期有個上升的一個階段 真的要看看中央方面 怎樣去處理一些內銀的不良資產 或是信貸風險方面 怎樣去平衡 謝謝 不如我們一起轉體看 今天大行評級的另一隻股份 說明輝山羽劫 瑞銀將輝山羽劫的目標價由3個月 大幅下調3成到2.23 維持中性評級 瑞銀認為輝山羽劫將會公佈 截至3月底為止的業績 雖然預料盈利因為平均售價上升 而輕微好過預期 不過瑞銀仍然相信 輝山奶製品的利潤率 都已經見頂了 未來將會下跌 加上輝山的發展重點 就是和美數加儀母公司 菲斯蘭公司成為合營公司 由於高檔市場的需求疲弱 預期前景不太順利 Harrie 其實投資者看到這個消息 應該怎樣部署 有大行報告搶探 剛才那隻信達也是 之前信達是德銀寫40多版搶順 今次見到UBS出招 其實股價表現形勢來說 明明有個好消息 跟荷蘭美數加儀合營公司 在信心上 或是拍到好碼頭 前景應該看得亮麗一點 見到股價表現 就不太反映這些因素 輝山主要我看的東西 就是他們本身 其實是一隻國產的 如果你說以羽葉來說 都其中一間龍頭 雖然比起蒙牛那些 還差得很遠 但是這隻股份 沒有理由這麼殘的一個股價 一是股價這麼長的一個跌浪 我看是部份有少少的投資者 就是我聽到的一些消息 就是他們公佈的一些 羽牛那個被賴的份量 產量來說 零零射射比起現代木業 又或者是本身 其餘的羽葉股外為之多 這個是輝山嘗試的一個賣點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投資者質疑它變成一個假數 如果你買這隻股份 你要考慮這些風險因素 在心理上打底線 這個你未必會見到 在這些報紙上雜誌裏面 另外一方面 以輝山來說 其實他也有入MFCI指數 這些走勢上 或是和荷蘭美蘇嘉儀 未來的走勢上怎樣 我部分認同UBS的看法 如果你說打高檔的市場 始終競爭相當之大 尤其是你計算一些私營的品牌 例如俠生園這些股份 都是大約三四百元的 奶粉市場 人民幣 所以你說盈利的前景上 我會等到 真是有第一份業績出來 才看 所以現階段來說 升到過九 甚至兩元 已經行人止暴 我會建議大家 你看到過七過六這些位置 跌下去的時候 才暴暴 現階段來說 我都是暫時觀望下這隻股份 就多於想買這隻股份 謝謝Hary 詳盡的分析 我們這一節的直播時間又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謝謝 稍後回來 我們將會有卵證Online 和問答環節 如果各位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你打來我們的熱線 二八零四六五六六 稍後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